要說明啊 現在心情怎麼樣 前述真訊不發異語 同樣戴口罩帽子走下樓梯 他是前華航空品處副總邱章信 凌晨以七十萬元交保 你為什麼話想說 小心喔 小心喔 滿臉疲憊不說話 前華航資深副總羅雅美 在華航人員團團包圍下 走出地檢署 同樣劣備高 但仍然還有市政帶離親 羅雅美無法請回 是你指示的嗎 是誰指示你做的 你指示的 50萬元交保了什麼 還有前一天 就曾被傳喚證人身分 轉列被告的 華航空品處協理余搖 50萬元交保 先生要不要說明一下 是不會啊 而華航最先被約談的代理組長 黃川真同樣 再以20萬元交保 檢方認為 閹評數量龐大 必然有高權責主管批准 約談高層1107 而這一次是用法院 我案例只有個位數 也因此專案小組過天荒 派三位主任檢察官謹慎辦案 檢方不排除下一步要載提訊 再押被告和國安局高官對職 現在滿煙大戶夜曝光 1000條的是總統府警衛室 侍從組校級軍官 900條則是已經曝光過的架使劉尊章 還有600條為國安局軍官 他們公稱都是代買沒有謀利 也不是第一次 國安局案情是否跟華航一樣 下一步往高層調查 新任國安局長邱國鎮才剛上任 罕見大動作預告 親上火線召開記者會 恐怕也將再讓私煙案掀起波瀾 記者黃天陽網民主任三支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